DX2013 ICT, People on A, MC第10部 这题表现真的一般 因为只有21%效生是正确的 刚才说editing一个document的时候 会涉及edit一个hyperlink,超连结 和edit一个page number 现在就问这四个情况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你逐个看 A当我们click hyperlink的时候 browser一定会被打开的 这个又未必会发生的 为何呢 因为hyperlink不一定是指着网页的 它可以指着一个local file 例如video、图片、其他的档案都可以 又或者甚至可以指着 那个word document里面 另一个position都可以 另一个position都可以 就是another location 或者another object in the same word document 不一定是网页 就是需要一个browser去开的 可以是其他物件都可以 b 他说page number 当它印出来的时候 就是用一个footnote的形式 注脚的形式去印出来 这个当然不是太对了 因为基本上两件事来的 page number 和page number footnote 和footnote 就是footnote 即是什么呢 例如有些keyword 有些keyword 在word document里面 可能你加footnote 这里会有个小小的数字 这样 它的页底会有个一字 这里可以打点解释 解释 解释上面的keyword 的意思 或者一些补充的资料 这个和page number 有些不同 好到c hyperlink超联结 就facilitate 那个reading 这个某程度上来说 都是对是正确的 因为 hyperlink是做什么的 可能是指着一些补充的资料 去帮助读者了解 原本的document … 关于这个部分的意思 或者是更加深入探究的资讯 透过hyperlink 去把它连结起那个document 这个都可以理解为facility 读者去阅读那篇文章 最稳妥一点 page number 一定是start from 1 这个明显是错的 那个starting page number 其实user是可以自行去修改 所以这个答案 最后就是c4cat 我们拍照 我们拍照 那么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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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